书接前文 常言道梦是心头想 世上没有不做梦的人 梦见的事千奇百怪 倒也不必深究 王宝可放心不下 皆因为此事太过蹊跷 他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决定横下心来 倒瞧瞧是什么东西在做怪 他按照梦中听来的 搬梯子来到堂屋 爬上房梁一看啊 鸡脚上果不其然 摆着一个木头牌位 如同供在祠堂中的祖先牌位 黑漆金字遍布涛铁文 上方两个小字 神主 下接四个大字 金钩将军 王宝倒戏口凉气 他顾不得吃惊 急忙忙把牌位从乌梁上取下来 夹在嘎吊窝窝里 蹬蹬蹬蹬 撒脚如飞往后院跑 前文书咱提过 他这后院也是三间正房 王宝是半了花生 一个人住不过来这么多房 也就没怎么大石头 扫了扫土 刷了遍江 其余的一概没置办 屋里只有几间旧家具 他是个精打细算的人 一时没舍得扔 全在这屋堆着 当下推门进屋 找出这么一口破躺箱 不是花里紫檀 就是张牧箱子 又破又旧 放的屋角很不起眼 那么说这口箱子里有什么呢 王宝不是做了一怪梦吗 听梦中那俩红帽刺说了 当初麻袋王发了大财 买房的制产业 该有的全有了 在家中立上多宝阁 各式古董针丸 琳琅满目 唐朝的花瓶 宋朝的盖碗 妃子的脸盆 王爷的奶嘴 足足买了一屋子 没少往里边扔钱 又听人说 瓶瓶罐罐显得俗气 还得说是水墨丹青 风雅讲究 麻袋王是个听人劝 吃饱饭的脾气 就到处搜罗名人字画 挑衫对联 一捆一捆往回买 好家伙四面墙全挂满了 琳琅满目 那叫一个花唆 看的人只眼韵 跟进了字花店差不多 当然 其中真的不多 假的不少 汤伯虎的火轮船 米元璋的娇皮车 但非有人告他 这东西好 他就往回买 墙上挂不开了 就往箱子里填 您琢磨他一个缝麻袋的 草包肚子猪油猛眼 根本就变不出真伪 挂在墙上的也好 收在箱子里的也罢 十之八九 咽的不能再咽了 可其中唯独有一幅宝画 叫做神鹰图 居然被他当做烂纸 铺了箱子底 也多亏如此 后来夹了东西 全让后背儿孙败光了 单单留下这张宝画 按照梦中那俩红猫刺所说 王宝小心意从箱子底 起出神鹰图 不知道传下多少年了 这画卷已然残破不堪 画中描绘着一只 展翅腾空的白鹰 惊勾欲找 呼之欲出 王宝心说错不了了 就是他 他在正房山墙上 砸进一枚大钉子 把神鹰图迎门高挂 又匆匆忙忙跑到对方 抱来一捆的艾草 用绳子扎成人形 有胳膊有腿有脑袋 把金钩将军的牌位搬下来 塞进草人肚子里 往草人身上 接连歇进去七根钢钉 说来也怪 这钉子刚钉完 耳畔忽然间传来一阵金石之声 这院里不就好像打了个炸雷相放 还没等王宝回过神来 就听得礼物 我房之内 咣当一声响 他急急忙忙跑就一看 自己床上 趴着个黑乎乎的东西 朝这意思 是从头顶的房梁上掉下来的 他胀着胆子 来到床边 仔细一瞧 什么玩意儿 是一只三尺来长的大蝎子 蝎子尾巴足有手臂粗细 节节相接 如同钢鞭一样 尾梢上的毒钩 足有巴掌大小 乌黑纵亮 这要被遮上一下子 大罗金仙也受不了 只看得王宝胆都寒了 幸亏自个儿 昨儿在厅堂之中睡着了 这要是跟床上睡 那这会儿可真成了蝎子爸爸 独一份了 怪不得这牌位上写着金钩将军 王宝护宅心切 一瞧这只大蝎子 僵在床上动不了了 赶紧用褥子卷住 抱在院里架上火 连同草仁一起给烧了 煞食之间黑烟冲天 恶臭扑鼻 呛得王宝直捂鼻子 但见阵阵黑烟腾空而起 可是聚而不散 转得王宝头顶 这就往下落 王宝被吓得不轻啊 还没等他闪躲 突然间 尤打正防山墙上的神鹰图都 射出来一道金光 把这黑烟客就给收进去了 王宝进屋再看墙上那幅宝画 跟之前不一样了 这画里边多了一颗古松 神鹰闽吃收灵 落在古松之上 仔细一瞧 这颗古松长得七扭八拐 只差争鸣 怎么看 都跟那只金钩将军有几分相似 王宝站在原地 黄道大的汗珠子 滴滴答答直往下躺啊 早先常听人言 够了年头的老画会鼓 画里的东西能出来 可见神鹰图真是会鼓的宝画 原来当年麻袋王靠卖装银子的麻袋发了家 还不知足 四周求神拜佛 辩寻生财之道 结果听信一个翻僧的谗言 在家中养了这么个邪物 每年金哲这一天 都要用一颗人头 给这金钩将军上供 金钩将军 则必有他裁员滚滚 这人头可不是地里长出来的 那是麻袋王黑晶半夜打梦棍 砸死的无辜路人 每逢金哲之前 麻袋王都会带好家伙事 偷偷躲在城外道边的野地里 瞧见独自走夜路的人 不问梁剑不分老少 敢谁是谁 过去一棍子砸死之后 搁下人头 尸身塞进大号的麻袋 绑上石头沉入河底 人头呢 拿回给这金钩将军上供 真得说是心的黑手狠啊 后来终于遭了报应了 身死加败 银子窝这座宅子 几义其主 可是居者不得安宁 皆因为宅中要挟未除 谁住谁倒霉 王宝烧了牌位和死蝎子 心里头还是不踏实 这院子里哪来的地洞啊 那俩红毛刺又是什么人 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他回身走的堆方 拿上敲稿在院子里边 一头挖 就在前几天砍掉枣树的位置 往深处挖的大约四五尺 刚刨出树根就发觉下边有东西 他拨去泥土 一看是两扇珠漆大门 上扣铜锁 由于埋了年头久了 铜锁已经长了绿锈 梦境居然一一应验了 到了这会儿 王宝已然忘了疲惫了 抡起敲稿 汤郎一声砸开大铜锁 使出吃奶的劲把大门挪开 只见门下是两个 一丈建方的地窖 一窖里边 满满当当全是银钉子 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 另一窖全是铜钱 整吊整吊的钱堆得密密扎扎 王宝当时都看傻了 这会儿彻底明白了 哦 原来梦境之中 那个穿白袍的是银子 穿青袍的是铜钱 这可不是凶宅闹鬼 是掌脚的前来寻主子 这一下 他可真发了大财了 昌言道 人无外财不富 马无夜草不肥啊 王宝在宅子里绝藏 绝出一较银子 一较铜钱 当真发了横财 同时脑子里冒出的一个念头就是 崔老道 真乃神人也 他不敢声张 把珠奇木门复归原位 用土把地窖再次买好 收拾干净院子 看了看 跟之前没什么两样 赶紧进屋换身衣服 就直奔南门口 去找崔老道 崔老道 正在挂摊前晒太阳打盹 王宝也不多说 只请崔老道收了挂摊 跟自己回一趟家 崔老道说 我这还没吃饭呢 王宝一攻守 但请道长放心 您先跟我回家 少请片刻 我请您去聚庆城 吃河海两仙 王宝拽着崔老道回到家 请道厅堂之商做好 沏上茶 把这一番经过从头到尾 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崔老道听得目瞪口呆啊 心的会儿说 这真叫运去金城铁 十来铁四金呢 你瞧瞧人家这命 买了一座闹鬼的凶宅 也能挖出银窖 该找发财 把三山五岳搬了也挡不住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嘴里却说 听到早告诉过你 你命中有才 银子不长眼 都知道往你脚底下撞 所以才让你买下 麻袋王的宅子 砍掉院中的枣树 话里话外的意思啊 王宝能够发财 全凭他崔老道的指点 一番话听得王宝连连点头 对崔老道就剩下一个字 服 崔老道算卦 从来都是十卦九不准 准的那一卦也是蒙的 王宝却不知道 这一次又让他给蒙上了 王宝非要修一座道观 把崔老道供奉起来 崔老道心说别倒霉了 拿了钱我都得遭报呀 再给我打板上香供上 那不请等着天打五雷轰吗 他赶紧劝住王宝 哎 财主爷 万万不可如此 我道门中人 引记修真 不受俗事相货 王宝文言更加叹服 又请教 崔道长 我虽绝藏而赋 但是钱再多也架不住坐吃山空 得让死钱变为活钱才好 又不知该做什么买买 还请道长您指点一二 催得到心说一声罢了 如果换了旁人 挖出这么多教银 站着吃躺着花下半辈子 也不用愁了 再瞧人家王宝 还想着用钱生钱 要么怎么说人家是裁住命呢 当时闭上双眼故弄玄虚 手指掐来掐去 脸上眉毛忽高忽低 王宝呢 在一旁耐心等待 半省之后 只听崔道道说 天机不可道破 你只记住频道一句话 你掌中有财景 又是干水铺发的计 水多灵力 金多沉稳 水多玉金 为巧人 最好干些以前生前的买买 但不论往后干什么 发多大的财 水铺也不能动 另有一截 宝贵神鹰徒不可久留 你虽有当财主的命 却没有王侯之分 担不住神鹰徒 留之反而招货 王宝不是贪得无厌的人 忙将神鹰徒捧出来 交给崔了道 这画里边收进去一个蝎子精 他正不想放在家里 让崔了道 把宝贵送入道观供奉 书中代言 崔老道也不敢起贪念 宝贵中的神鹰 除非天子可安排 诸侯以下动不得 王宝这么个大财主 尚且担不住 他一个命浅福报的穷了道 如何敢将宝画放在家里 之所以取走此画 确实有一件大事要做 此乃后话 暗下不提 回过头来再说王宝 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拉着崔老道出门 直奔聚庆城 崔老道进了饭馆也不多说 如今他吃王宝 更是名正言顺了 王宝叫来跑堂的伙计 吩咐一声 便宜的一概不要 什么贵上什么 片刻之间 山珍海味摆满了一桌子 崔老道这闷着头 一通狼吞虎咽 吃的是盆干晚净 心满意足 两个人这才各自回家 王宝把崔老道的话当了圣旨 从此用叫银做本钱 在银子窝开了一间钱庄 那是头一等的大买卖 大门门房宽敞明亮 后边设有钱库 接待主往里存钱 往外借贷 兑换银钱 做本生息 身不动 绑不摇 等同于从天上往下掉钱 这还不算完 他又以重金买了几张 范盐运盐的官票 自己不至传 买了盐票租出去 又是一个只出本 不出力的买卖 正所谓钱挣钱不费难 不出三五年 王宝的钱庄分号 开了一家又一家 手握直立界那八个县的盐票 纵然不是天津卫当地的首富 十个手指都伸出来 他也在其中能占得一个 真得说是夹子巨腕 产业广言 并非催得到的话准 而是只要本钱够大 这样的买卖 谁干谁发财 不过 王宝心中可是牢记了催得到的话 买卖做的再大 钱赚的再多 四十八家水铺 仍然是天刚蒙蒙亮 就开门待客 灶底下烧的还是熟悉杆 门口的水缸里还养着金鱼 虽说一天忙到晚 水铺赚不了几个钱 可也守住了一份产业 毕竟是凭本事千辛万苦做成的第一桩生意 有道是山主人丁水主财 要想生财就得先有水 有水铺在 王宝这买卖 当然也就越做越大 书接前文 如今的王宝和开水铺那会儿可不一样了 已然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 马上来叫上去 翻手金覆手银 锦衣玉食养尊处幼 怎么可能还在两进的小院子里忍着 那不成套啊 却又舍不得离开银子窝这方宝地 出高价 把左邻右舍的房子买下来几套 连同之前那座两进的宅子 全都推倒了重盖 怎么气派怎么来 先后请了不少搭宅造屋的能人 画出图类 却不十分的称意 整赶上北京城一位王爷的宅邸要卖 哥别人想都不敢想 如今王宝有钱了 托人买下王爷府 找工匠画好了图样子 先把那边拆了 所有的台阶砖码 房梁屋里 门楣窗矿等等 逐一编号 谁挨谁 谁连谁都记好了 连带后花园的亭台楼阁一起 包了几十条大船 费尽周折 经运河运回天津城 这边再照原样盖起来 说着容易 这一盖可就盖了一年多 砖码木将用了无数啊 此事轰动了整个天津城 富贵莫过帝王家 王爷府还了得 整个天津城除了王宝之外 没几个人办得起这件事啊 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 等到宅子盖好了 王宝看着只点头 真是没有花钱的不是啊 这宅子太气派了 外边青砖壁瓦 斗拱飞檐 广亮大门 下边左右 分设回事房管事处 门口立一队石狮子 旁边上马石下马石 拴马子装子 门楼子上挂着两个大红灯笼 灯笼上写着大号的王字 两扇珠奇大门满带铜钉 一颗颗打磨着赠名瓦亮 按说啊 普通老百姓的门上不能带钉 可大清国已经快倒了 威王关头 谁还管这个 宅院里边更不用说了 前后三进院落 比之前的大出几倍啊 照笔石房 长廊 梁亭 一英俱全 雕梁化洞 金碧辉煌 梁筑全是上等木料 屋里不用点香烛 总有一股子清香 东画院是厨房带茅房 西画院是茅房带厨房 一点也不多余 府上使会吓着好几十口子 吃的多 拉的可也不少 大宅之中有一座戏楼 后边还有后花园 小桥流水花繁叶茂 闹钟取静 别有洞天 太湖的骑石 苏州的盆景 宜宾的清竹 错落有致 宅子里摆设的古玩字画 金碟的玉碗自不必说 买的时候跟王爷说定了 您就穿着衣裳 把家里人带走 其余的东西一件别动 我全要了 王宝搬来王府当宅子 里里外外全换了 当年那座破门楼子 却没舍得拆 箱子院墙里改成一道侧门 仍能进出行走 这也是王宝的一个念想 看到门楼子 就想起自己小时候 拉杆要饭 捉玉鼠 丢赖猫的事 心里一阵扑腾了 再看看眼前创下的这份家业 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王宝买下王爷府 在银子窝起了一座大宅 买门也不用自个儿过问 全有掌柜的和先生盯着 当起了真正坐尖的大财主 正经有钱的 还讲究个家称人质 王宝也是如此 什么叫管家 用人厨子老妈子 有雇的有买的 平日里举手投足 一举一动 都有人伺候 手底下使唬人 不下三五十号 出入随形 前呼后拥 众多下人当中 有一位贴身的长随 名叫王显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长得不难看 脑子也机灵 原本也不姓王 家里没钱自卖自身 签了牛皮文书 奴随主姓 重启的名字 既然是贴身的长随 整天就不能离开王宝左右 马上叫下随时随地的伺候 点个烟 倒个茶 开个门 打个伞 有眼力见 嘴甜还会说话 一口一个爷 专简主的爱听的说 一来二去 成了王宝的心腹 正所谓顺情说好话 耿直万人贤 王显能言善道 瞧嘴巴格一般 渐渐的 王宝可就对他言听计从了 哪知因此惹下一桩祸端 一日闲来无事 王宝去水铺喂他的金鱼 这是多少年来的习惯 有事没事 总得过来看看这条鱼 王显在旁边垂首而站 见主子喂鱼喂的高兴 便上前说道 爷 您养的金鱼在咱天洁外撑得上一井 九河下哨的军民人等 有不知道县他爷叫什么的 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可眼下您家财万贯 狗食盆子都是麻脑的 这条金鱼 是不是也该跟您沾沾官了 王宝一听啊 还真是 这么些年 境遇光景早就比从前好了 不知了多少倍了 却忘记考虑过自己发家的源头 这倒是我马虎了 还是你小子有心 可怎么让他沾官呢 王显往前凑了一步 一脸谄媚的说 您这位金鱼是仙种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也不见得有这么一条 可这口水缸啊 太寒碜了 扔道边都没人捡 我可听说了 北京城又出了个 坑家败产的皇亲 把大内的东西拿出来变卖 据说啊 其真一宝无数 多是万岁爷用过的东西 其中有这么一口九龙缸 缸外八条盘龙 缸里边还有一条 盘在内壁之上 一旦住满了清水 这条龙就跟活了似的 在里边打转 天笔下也就他能配得上您这金鱼 王宝听完了是大为受用啊 想想自己的宅子越住越好 这金鱼却还呆在那口老缸里 当年要不是买了这条金鱼发架 哪有我王宝今时今日 要说头一个得谢崔道长 二一个就得谢这条金鱼 不由得心生愧疚 当时吩咐下去 出多少钱 也得把九龙缸抬回来 其实鱼有水就能活 他哪明白什么叫九龙缸啊 然而有钱的大爷就得摆这个谱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只说三天之后 王宝带人 把九龙缸从京城抬回来了 作为经办之人 从谭建到顾传 理所当然 从中捞了许多的好处 这也是他窜的王宝换缸的本意 等这口九龙缸在银子窝水铺门口落稳了 王宝闻讯从家了出来 到水铺门口一看 简直太阔气了 缸上的八条金龙张牙舞爪栩栩栩如生 里边那条龙随着水波荡漾也是呼之欲出 并且来说 九条龙皆为五爪金龙 正经是皇宫大内的东西 所谓五爪 其实是五指 五爪金龙只有皇上可以用 以下只能用四爪龙 王宝也是七祖了 站在九龙缸前暗自私存 水铺拢住了银子窝的财气 九龙缸配金鱼得了龙鹿聚宝盆的形式 将来自己还能发更大的财 他是越想越得意啊 让手机人赶紧给金鱼换水缸 水铺的伙计们不敢伸手去捞金鱼 溜光水滑不好抓 又是东家的新尖子 万一碰掉一片半片的鱼鳞 哪个也担得不起啊 仗着全是棒小伙子 干活不惜力气 有人出主意 干脆把缸抬起来 连水带金鱼 一并倒入九龙缸 水铺还没对个王宝之前 这口水缸就在 很多年没挪过地方 缸底陷的泥地里 日久天长是越陷越深 一众伙计无从下手 便取了一条大绳 捆住钢样 插进川芯杠子 把四周围的土刨了刨 一边两个人 矮身把杠子搭在肩上 叫了一声耗子 使劲把水缸往上抬 这钢也挪动 可了不得了 只听咔嚓一声 瓦钢四分五裂 水流满地 一岛金光 直奔东北方向而去 众人低头再看 大缸中的金鱼 踪迹全无 王宝锤凳足是 追悔莫及 事到如今 再说别的也没用了 让人把碎瓦缸收拾了 安顿好九龙缸 马不停蹄 又到河边鱼事上 千挑万选 买了一位欢蹦乱跳的大金鱼 回来放入九龙缸中 可说来也怪 打从这一天起 王宝真是干什么什么不成 生意是一落千丈 账本上全是红字 赶等又过了几年 大清朝廷一倒 军阀混战刀兵四起 研票和钱号全完了 天灾人祸 加上土匪劫掠 天津城数一数二的大财 王宝万贯家财散尽 又成了个平头百姓 自此销声匿迹 有人说他投心无路 靠友无门 远走他乡另寻生路 还有人说 他一时心窄想不开 跳了大河了 也有人说 他出去找他的金鱼去了 风言风语怎么说的都有 反正再也没人见过他 银子窝路口 这座王爷府几经风雨 又变得残破不堪 仿佛数百年来 一直荒置于此 真应了那句戏文了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对于王宝白手起家 从一个捡熟记杆的穷孩子 当上天津外数得着的大财主 到头来 又落了一个一贫如洗的下场 心里最不是滋味的 还得说是催了道 一来 没了王宝这个靠山 他又得三天两头的挨饿 再也没人揭长不短的 带他开婚解禅了 二来 王宝是他看着长大的 看着从小要范的 变成天津城响当当的巨富 又看着他落魄 到如今竟然不知所踪 自不免怅然若失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 一晃过去二十几个年头 时至民国初年 天津城又是对外贸易的重镇 老百姓脑袋后面的辫子减了 眼界也比从前宽了 天天都有西洋景看 大小的报社多如雨后春笋 报纸上什么新鲜事都有 除了用奇闻异事花边新闻 博取眼球之外 有的报社还专门请人来揭露江湖上这些坑蒙拐骗的手段 其中也不乏过去干金买卖的这些相师术士 把相面算卦的这一套兜底全给抖了出来 什么叫鸠金 什么叫药黄 什么叫八面封两头堵 一个马俩脑袋 怎么抽签 怎么开挂 怎么玩手彩 报纸上全有详细的介绍 老百姓看懂了琢磨明白了 恍然大悟啊 啊感情这里边没一样是真的 那谁还来算卦呀 崔老道被人刨了底 算卦的生意更不好做了 经常开不了嘴 家里总是揭不开锅 且说有这么一次 催了到赶枣出来 摆好了挂摊 双手抱着肩板 溜溜等了一整天 半个问挂的也没有 他心里边暗自叫苦 可谈贫道我空有一身本领 既不能成仙了道 又没有荣华富贵之命 吃苦受穷 反倒应成应受 终日挡风貌雨 忍受这般饥饿 何曾有人道生可怜啊 思来想去 只怪老天爷不公道 他这仍怨天游人呢 就瞧远处匆匆忙忙 走了一个人 直奔他这挂摊就来了 崔老道久走江湖 眼观最准 只瞥了一眼 依然瞧明白了 来者是大宅门中的下人 因为此人一身长衫 干净利索 脚底下一双远口不斜 虽然穿得体面 但是走路不抬头 伸得往前倾 两条胳膊垂得溜直 脚底下卖小碎布 低眉顺眼一脸的奴才相 催了道一瞅 有生意上门 赶紧抖擞精神 绷足了架子 摆出那副先锋倒鼓的派头 摇头晃脑是念念有词 遍吉凶兮通阴阳 顶福祸兮盼祥阳 赶等来人走得近前 催了道仔细一看 这位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想起来了 此人非是旁人 正是王宝以前的贴身长髓 王显儿 如今也有四十多岁了 原来王宝落魄之后 下人们各奔前程 用句文言词 叫老头拉胡去 自顾自 这王显儿也不会干别的 天生就会伺候人 凡人脱枪 继续到大宅门里边当奴才 但是奶劲也干不长 皆因为此人油嘴滑舌 偷懒藏奸 就在最近 他又找了一个主子 正巧主家宅中出了怪事 闹得鸡犬不宁 一家人想不出对策 急得上蹿下跳 王显儿也是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 又曾经听说过 旧主子王宝发财 全凭崔老道指点 于是在主子面前 把崔老道吹得神乎其神 主子一听 这可是位高人 就派他去请崔老道 来宅中捉妖 催了到听罢不住的点头啊 说到入宅捉妖 这可就有点意思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按照以往惯例 捉妖可比算卦给的钱多 对付好了 够一家老小半年的交过 再者来说 世上哪有这么多妖啊 天津城又不是深山鼓洞 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无外乎黄鼠狼大耗子什么的 顶多是个百十来年的老刺猬 催了到久走江湖 知道其中的奥妙 这些个东西飞不了多高 蹦不了多远 无非扰人家宅而已 用不着五行道法 找着克星就行 好比说黄鼠狼子怕鹅 耗子再大也怕猫 老刺猬怕烟油的 只要摸准了卖门 对付这些个东西是不在 话下 书接前文 上文书说道 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下人的王显 受了主子的差遣 上南门口 请催了到入宅捉腰 催了到眼见来了生意 心里头高兴 脸上可不能带出来 既然来者毕恭毕敬 将他当成了得到的高人 那高人就得有高人的座派 轻描淡写问明了 是哪家住的什么地方 白手打发王显 回去给主家报信 说自己随后就到 王显前脚刚一走 催了到就收了挂摊 一瘸一拐 把木车车推回家 翻箱倒柜 找出来几件发器 令旗 令牌 天鹏尺 镇邪同龄 驱鬼金叉 外加一达子黄纸 三柱大香 全是地摊上买的 这些个东西 闲了治忙了用 捉不了妖 拿不了怪 唬人可不在话下 他急匆匆将发器包成一包 背上一口木剑 拿上佛陈 挣挣头上酒粮道观 胆胆八卦仙衣上的尘土 赶奔出世的那户人间 地点在哪呢 北门外两点街 因为锦邻运河 借着水运 一条街有一多半是做粮食生意的 粮行米铺 集中于前街 另有银号 钱庄 货站 大车店 饭铺 依次排开 粮行米铺又叫斗橘子 在当时绝对是头一等大买们 干这孩发财的不在少数 粮店后街均为民宅 十几条胡同里 住了很多大户人家 出世的这家人也姓王 祖上水贼出身 杀人越货 传下了本钱 干起了行船运粮的营生 慢慢组建了自家的船队 钱是越赚越多 这些产业当了作商 买买做的不小 前面开了三间门面的粮行 后头是存粮的库房 雇着几十个伙计 在后街有所大宅院 前中后三进带东西跨院和后花园 催了到穿城而过 来到王家门前 原本以为啊 顶多是个黄水狼大刺猬什么的 在家宅之中搅闹 抬头一看可吓了一跳 但见宅中妖气冲天遮云碧月 不由暗道一声 妈的妈我的姥姥 该不是白骨精找上门了吧 我可对付不了这个 别再偷鸡不成十八米 黄花鱼没吃上 惹得一身腥 催了到有心调转身形 溜之大吉 又舍不得不挣这份钱 干抬腿卖不开步子 辞了这个差事容易 家里却当真揭不开锅了 还得将他一世英明赔上 他这未不先知铁口直断的招牌可就砸了 由于不觉之际 等在门房的王显早已开门迎出来 先失了一礼 又半推半拽把翠了到让进去 翠老道没法子 硬着头皮来至正厅 见过当家的大爷 二人续过李芬 宾煮落座 又下人端上茶来 翠老道心下忐忑 顾不得喝茶 偷眼打量了一下王家大爷 但见此人面目不善 横眉鸭目 鼻鞋露骨 双唇削薄 眼眶子里边白眼人多 黑眼人少 像书有仔 双眼多白 是乃奸恶之相 外边也有传闻 这位爷为了挣钱不择手段 迷离没少掺沙子 大抖进小抖出 实打实的一个奸商 挣的全是黑心钱 手底下的伙计也没几个好人 一个个歪嘴斜眼 苟证人士 没事的时候扛粮食 一旦主子有命 抄起家伙就是一群七行大士的狗腿子 打瞎子骂哑巴 无恶不作 催了道见 王家大爷不仅面相奸恶 而且印堂发案 目中无神 几乎脱了相 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甘然 就知道此人走了备孕 正当大难临头 欠身问道 您找贫道前来 不知所谓何事啊 这王家大爷坐在椅子上 哀声叹气 哎呀 崔道长有所不知啊 这件事真是小孩没娘 说来话长 原来王家大爷年近四旬 迟迟没有子嗣 以往那个年头啊 十五六岁就成家 四十岁当爷爷的也不出奇 可是王家大爷娶妻多年 老婆一直没给他生个一儿半女 又不许丈夫纳妾 常言道 草留根人留后 到老无儿事事忧 王家大爷整天为这事发愁 如果没有后人传宗接代 自己辛辛苦苦创下这一份家业 岂不迟早便宜了外人 没有儿子 哪怕有个闺女也好啊 到时候招上门的女婿 一样养老送终 可是这么多年 甭说闺女 连颗白菜也没生过 这该如何是好啊 在老实年间啊 天津外无论大户人家 还是平民百姓 结了婚没孩子的 必定去天后宫娘娘庙烧香许愿 娘娘庙里专门有一座娃娃山 各式各样的娃娃泥塑堆在一起 乡种哪个 就拿红绒继的娃娃脖子上 趁这小道童没注意啊 扔下香火钱 偷偷摸摸 把泥娃娃带回家中 当然庙里也不吃亏 这香火钱足够买几十个泥娃娃的 据说偷回家的娃娃 会在当天半夜三静脱生投胎 往后谁家生下一儿半女 则遵这个泥娃娃为大哥 王家大爷担心家业不得计 三天两头 让王家大奶奶往娘的庙跑 家里拴了一堆娃娃 还嫌不够啊 西庙里烧香 东庙里磕头 拜遍神佛 访遍高僧 看了无数郎众 用了无数偏方 可一直没什么用 直到头一年 总算是铁树开花 王家大奶奶终于有了喜 眼瞅着这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古 可不王家大爷高兴坏了 老婆爱吃什么做什么 爱听什么说什么 一车一车往回拉保胎药 七八个老妈子围着王家大奶奶精心伺候 出门不敢坐车 睡觉不敢翻身 旁人在他耳边不敢大声说话 生怕惊动了胎气 尤其是吃东西最麻烦 吃甜了怕hold着 吃咸了怕腌着 吃热了怕烫着 吃凉了怕积着 蒸熟的米饭 全得把两头的尖捡了去 要不怕吃了肚子里扎着孩子 就这灶上整天忙活这点吃 都快累死了 好不容易盼到瓜熟地落 就在头几天 王家大奶奶分娩 孩子要出来了 收生的吻婆领着家中上下人等 一起忙活 跑里跑外烧开水投手去 王家大爷守在门口 心急如焚是来回的走柳啊 苦等到半夜 终于听到一声震天动地的啼哭 王家大爷悬着这颗心呀 落下来一半 心说这孩子的哭声怎么这么大 正要推门进去 突然间这屋门打开了 收生婆子惊慌失措窜了出来 身后几个丫鬟老妈子也跟着往外跑 按说这个时候 无论生下来的是儿是女 收生婆子肯定是眉毛满脸飞 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吉祥话一句跟着一句 为的就是多要几个赏去 可是开门的婆子却一言不发 满脸惊恐 王家大爷拦住收生婆子 迫不及待的问 是少爷还是小姐 收生婆子多里多梭的说 回大爷的话不敢看 王家大爷暗暗恼火 这叫什么话 大爷我花了双倍的钱把你找来 你是干什么吃的 一把推给收生婆子 迈步进屋来到床榻前 只见王家大奶奶 这时候已经昏死过去了 再抱过床边的孩子这么一看 可了不得了 不看的时候 原本心里边揣着一团火 看这一眼啊 心里头拔凉拔凉的 怨不得那个婆子不敢看 这也忒吓人了 小脸挖蓝还不平整 理出外劲 除了勾就是坎 上下四颗尖牙 刺于唇外 两只耳朵出尖 上面还有毛 两只手上这肢脚二寸多长 立如钢钉 脑门子上若隐若现 凸起尖角 周身上下掌鳞 又黑又粗 跟铁皮相仿 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怎么看也不是人 分明是个妖怪 负责人一对眼神 那个小怪物居然两眼一瞪 闪出一道胸光 王家大爷精得多 见得广 却让这眼神 吓得浑身一颤 心说要坏 这哪是儿子 分明是讨债的恶鬼 要命的魔头 如若留下这么个东西 我王家从今以后再无宁日 干脆 扔地上摔死 以绝后患 王家大爷想到此处把心一横 抢不来之当愿 双手用力 猛然把这个怪物举过头顶 往地上一扔 有心当场摔死 怎知这怪物刚一落地 突然起这么一阵狂风 啥时间飞沙走时 刮得人睁不开眼 等到这阵风过去 低头再看地上的孩子 早已无影无踪 王家大爷额头上冷汗直流 看到院子里的一众使唤人 也吓得够呛 一个个面如土色 真有胆小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哆嗦成一个了 王家大爷呆立在院子里 愣了半色 稳住心神叫众人过来 恶狠狠地告诉他们 谁敢在外头胡说八道 我就撕了谁的嘴 转过天来 王家大爷没去做买买 也没去见朋友 待在家里边生闷气 看什么都不顺眼 自己跟自己较劲 也着实吓得不轻 心里头战战兢兢 七上八下 一天没怎么吃东西 夫人也已经吓得卧床不起 就这么熬的半夜 迷迷糊糊刚入睡 呼听下人叫门 老爷 您快瞧瞧去吧 大事不好了 那说怎么了 这位王家大爷啊 平时喜欢提龙架鸟 无冬立夏 每天清早 都得去河边遛鸟 遛碗鸟直奔茶馆 把鸟笼子挂在横梁上 七茶聊天谈生意 这是在外头 在家 伺候这鸟伺候的更精心了 专门腾出一个小院子 狼眼底下 树叉上面 挂满了大龙的小龙的 什么是百灵化美 怎么是乌冬秀眼 一水听叫的鸟 这东西可不便宜 按当时的价钱来说 百八十块银元一只 太平常了 仅仅是装鸟的笼子 上品也得好几十块 什么鸟配什么笼子 出门提错了笼子 准得让人笑话 笼子里边的石罐 水罐 鸟杠 包括笼子上面的钩子 全都有讲究 这鸟是罐 必须是景德镇的定烧 多粗的龙条 配多粗的钩子 是黄铜的 还是黑铁的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鸟杠用牛角象牙 杠上还得包上鲨鱼皮 最值钱的鸟笼 还要镶嵌上牙雕戴帽 从鸟到笼子 王家大爷可没少往里头砸钱 端进端出 喂食喂水 晚上照步照 白天出去哨 比伺候他亲爹还惊喜 就这么大的引头 咱们说 王家大爷折腾了一天一宿 迷迷灯灯 刚睡着 就听得吓人来报 说放鸟这院子出事了 起初还以为 有黄老郎子偷鸟吃 那可是他的心头肉 赶紧披上衣服跑过去 可是到地方一看 傻眼了 大大小小的鸟笼子碎了一地 一个葫芦个的也没剩下 里边的鸟啊 全不见了 只剩下斑斑血迹和凌乱的羽毛 这得是来了多少黄鼠狼子呀 抄家来了 王家大爷急忙把手下人全叫了起来 提上灯笼火把一通找 哪有黄鼠狼的踪迹啊 查了半天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心下暗暗发怵 又过了一天 一早上起来 又吓人来报 宅中的猫狗全死了 披上衣服出门一看 院子里鲜血遍地 毛骨不存 王家大爷心下心思 真可以说是福双至 祸不单行啊 倒霉事怎么一件接一件 当即吩咐下去 家派看家护院的 夜里谁也不许睡觉 个吃棍棒躲的暗处 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捣鬼 当天夜里三惊前后 看家护院的一众人等守在院子里 忽见一道黑影随风而至 刚开始还以为进了飞贼了 再借着月色一瞧 这可不是飞贼 也说不上是个什么东西 身形不过五六尺 身上一层黑皮 尖牙利爪 三窗两蹦直奔马就 端的是急如猿猴 快刺闪电 众人觉得在哪见过这东西 又一琢磨 别再是咱家少爷吧 个头怎么长了这么多呀 瞧这意思准是饿了 夜里回来找东西吃 头一天吃的鸟 二一天吃的猫狗 甭问 今天一准是冲着罗马来的 看是看明白了 可谁也没敢动 因为这少爷长得太吓人了 活脱就是庙里的夜餐 王家大爷听到马舅中传来阵阵撕声 一样不敢过去 没过多一会儿 狂风止息 后院马舅也没了声响 众人惊魂未定 仍然不敢往后走 等到天光大亮 几个家丁壮起胆子进了后院 见拉车的高头大马倒在血泊之中 啃得只剩一半了 王家大爷听得下人禀报 知道是这儿子干的 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 头一天吃鸟 二一天吃猫狗 三一天吃罗马 今儿个再来 岂不是该吃人了 胆战心惊之余 王家大爷将几个心腹之人 叫到一处商量对策 众人鸡一嘴压一嘴 出了半天主意 有人说报官 有人说到深山老林 雇几个猎户回来 帮忙捉拿这少爷 还有人说 在大门口挖一线坑 想来想去并无一侧可行 有人可就说了 此事非同小可 非得找个 降妖捉怪的高人才行 王家大爷 早已经对自己这个儿子 恨之入骨 觉得此言不错 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可是天津卫这么大 号称能够降妖捉怪的江湖术士 多如过江之际 谁又知道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就让手下人分头出去打听 一早出去的 不到中午陆续回报 娘娘庙门口的李贴嘴身怀倒发 捉腰打鬼 无所不能 不过头几天出门摔坏了胯骨轴 这会儿还下不了炕了 观月庙的王半仙 明阴阳懂八卦 小奇门之盖甲 真正的半仙之体 从不食人间烟火 可是之前在窑子里嫖娼啊 染上扬眉大窗死了 王家大爷一听这个气呀 都是些个七世道明之辈 平地走路挨摔 不食人间烟火还逛摇的 这叫什么高人 请了还不够给我们家少爷塞牙缝的 你们这些个废物典型 你说你们干什么行 起了啪啪啪拍桌子 桌子上那个茶碗呀 颤了三颤抖了三抖 他从椅子上跃起来 一蹦多高 吼声如雷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平日里你们吃我的喝我的 一个一个这个能耐大了去了 牛皮吹破了好几车 如今大火临头 却没有半个顶用的 一旁的王显儿啊 这几天一直没言语 他是初来乍到的 轮不到他说话 此时老爷大发雷霆 吓人们鸦雀无声 他觉得 这是个出头的机会 往前迈了一小步 拱下身子低眉顺眼的说 耶 我倒想起一个人 南门口摆摊算卦的崔老道 这王显儿追随王宝多年 多多少少 听过崔了道当年 如何指点王宝发的财 还知道崔了道 轻易不敢用道术 前轻的时候 给人家看风水选坟地 道破天机遭了报应 到头来被打折了一条腿 当下也不隐瞒 将自己所知 河盘托出 请王家大爷定夺 王家大爷想了想说 那好吧 咱先把人请来 好言好语 央求 再多掏几个钱 他应允了 欢得罢了 如若不肯应允 可别怪我心狠了 我不管他是哪一路 大罗金仙 不把他那条狗腿打折了 今后我随了他的信 王行领命 去了一趟南门口 请崔了道前来 降妖捉怪 崔老道不知其中缘由 还以为天上掉下了 带馅的烧饼 屁颠屁颠来到王家大宅 可是听罢前因后果 这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呀 这位王家大爷的话 软中带硬硬中油软 崔老道那是走江湖 吃开口饭的 这能听不明白吗 如若以五行倒数 降妖捉怪 必定遭报应 要说干不了 王家有钱有势 再打折他一条腿 他也没地方说理去 当真是低阳处翻 进退两难 思来想去 还是得管 遭报应是后话 可眼下摇摇脑袋 倒霉就挂在鼻子尖上 这挨打可没有 往后奢的 书接前文 崔老道一看这情形 就知道跑不了了 既然如此 不如把阵势摆足了 尽量多要钱 事成之后舍给周厂倒灌 也可以替自己消灾免货 当下端起茶杯 喝了口茶 润润嗓子 随即一摆佛尘 手屡虚然 装腔作势的说 无量 天尊 有道是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王家大爷且放宽心 带贫道掠尸手段 给贵宅驱除邪碎 不过在此之前 您还得准备点东西 王家大爷 见崔了道大包大揽 连忙起身拜谢 应称道 用什么东西 如何准备 全凭道长吩咐 您怎么说 我怎么做 他原先呀 没见过崔了道 但是一进门 就认定了崔了道有本领 除了王喜先前一通吹捧之外 还因为催了道 这个半项唬人 八卦仙衣 酒粮道观 水袜云履 宝剑佛尘 可以说是一剑不缺 半剑不少 颇有几分先锋道鼓 最重要的是 催了道这母眼显得老成 说是老道 其实岁数没多老 却留着挺长的胡子 说话走路 举手投足 故作隆中之态 其实这也是他做生意的门道 过去有句话叫老阴阳少戏子 其中阴阳就包括算卦项面的火居道 这孩养老不养小 上了岁数 说出话来容易让人信服 崔了道对王家大爷演讲 府上作祟的东西 借了大奶奶的胎气 得了腰身 借阴风顿去 白天隐匿在破屋枯井之内 夜里回来吃东西 吃上一次活物 身领就涨三涨 等到家里的活物吃没了 则要吃他的生身父母 王家大爷是越听越害怕呀 可也越听越服 忙问崔了道如何降妖 崔老道说 贫道自有五雷天罡之法 可以降服此妖 不过您还得去找一个人 买他祖传的一件东西 崔老道说的这个人啊 在鬼事卖老虎鞋 绰号叫陈白给 所谓的老虎鞋啊 可不是端午节小孩脚上穿的曲鞋 避碎的虎头鞋 就是普通的便鞋 正字应该是唬人的唬 只有个鞋样子 却不能上脚 因为这鞋底啊 是拿指甲子唬的 四周围用布包上 纳上针脚 绷上破布做鞋面 刷上黑白染料 为了显得板着 上面还得抹一层浆糊 坐好了乍一看 跟新鞋一样 可别往脚上穿 走不到街对面 鞋底子就掉了 更不能沾水 淋上一场雨就完了 所以另有一个别称 叫过街烂 专卖来鬼事捡便宜的财迷 陈白给卖鞋啊 这么要喝 说他这些 都帮窄药护脚面 走路舒服又好看 三个大子买一双 穿着不好 不要钱 白给您嘞 白给您嘞 因此得了个陈白给的绰号 若有人拿着破鞋回来找他 他也不怕 因为鬼事上多有贼人来此销赃 都是天不亮的时候做生意 摊主脚底下点一盏马灯 这灯脸啊 调得细弱油丝 就为了让买主看不清楚 摊位也不固定 天不亮就收摊走人 来也无踪去也无影 到时候他说了 鬼事上卖鞋的又不止他一个人 谁知道你是从哪家买的呀 那准是黑灯瞎火的认错了 反正啊 咬住了牙死不认账 你还拿他没辙 打官司吧 犯不上 给拉嘴巴 倒叫他讹上了 再来说 鬼事上多的是来路不正 以此充好的东西 想买您就寻价 不买尽管走人 看好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打眼不打眼 那是您自己的本事 怪不得卖东西的 其实啊 陈白给祖上到不是卖老虎鞋的 是个缝鞋的皮匠 这一行干了几百年 据说自打天津卫 射程见位之时 就吃这碗饭 老实年间的鞋匠不止缝鞋 大多还会缝尸 比如说某人犯了王法 在发场之上咔嚓一刀掉了脑袋 落得个伸手异处 家中苦主前来收敛尸手 甭管加了穷富 也得找缝鞋的皮匠 用纳鞋底子的大针和皮线 将人头和尸身缝合在一处 捞个胡论尸手 否则到了阎尾爷那对不上号 这个活可不好干 既要手一好 又需胆大心细 不怕晦气 没有脑袋的尸手 血子呼啦的吓人着呢 还不是光把皮封上就得 里边的骨头 茶子也得对得上 所以缝一个尸手挣的钱 顶得上缝一百双破鞋 陈白给祖辈全是吃这碗饭的鞋酱 到了衙门口出红差 砍人头的时候 就厚的刑场边上 等苦主过来商量好价钱 再去帮着收敛 缝鞋的手艺了得 缝尸手也不含糊 非针走线缝完了 擦去血迹 抹上胶水 连针脚都看不出来 死人脖子上只多了一道纸 在酒和夏少立起一个名号 提起缝人头的陈皮酱 可以说人尽皆知 他们家这手绝活代代相传 直到大清国倒了 砍头改成了枪毙 开了哭咙眼的脑袋 无从缝补 缝鞋的皮酱就此少了一份尽性 崔老道让王家大爷派人去找陈白给 卖下陈家祖传的大皮兜子 当年还有缝尸这一行的时候 发场上人头落地鲜血淋漓 不能拎在手上到处走 就装在这个大皮兜子中 几百年没换啊 一半半传下来 装过的人头不计其数 不知聚了多少煞气 有了这个大皮兜子方可降腰 王家大爷听罢恍然大悟 虽然不明其理 听着可挺是那意思 赶紧让王喜带上钱再跑一趟 无论如何也得把皮兜子买下来 打发走了王喜 王家大爷又问崔老道 还得准备什么 崔老道说话一贯的真假参半 刚才说的是真话 这会儿就该骗人了 他让王家大爷在后院设一张供桌 上摆净水一碗香炉一个素辣一对 将他带来的发气摆在桌案上 最紧要的是在西屋被桌上等酒席 鸡鸭鱼肉炖虾海参烙饼捞面酸了汤 好吃好喝尽管上 等他搬请神兵神将六丁六甲下届相助 得用这一大桌子酒肉净神 王家大爷早已对崔了道言听计从 闻听此言不敢怠慢 命下人快去准备 大户人家东西齐备全有现成的 厨房里大造生火二造天柴 大风箱辣的呼呼作响 厨子手脚不停 丝溜片炒一头的忙活累得汗流浃背 下人们走马灯似的端汤上菜 不得一会儿西屋的酒宴备妥了 崔老道告诉一众人等 他在屋中潜将招神 凡夫俗子不得进前 万一惊走了神兵神将可就请不下来了 说完之后倒背双手走进屋中将大门紧闭 过了半个时辰他才打着宝格走出来 声称六丁六甲已在半空待命 有个下人按捺不住好奇进西屋瞧了一眼 回来禀报王家大爷 崔老道说的半点不假 神兵神将来了不少 王家大爷问 你瞧见神兵神将了 这下人一瀑了脑袋 回禀大爷 神兵神将我是一个没瞧见 但那一大桌子酒肉 可是吃了个底干晚净 王家大爷暗自称奇 心的话说就算这崔老道饭量再大 一顿也吃不完这一大桌子酒肉 可见此人所言不虚 他们哪知道 那些东西全进了崔老道一个人的肚子 原来这位崔道爷啊 常年喝西北风 练出一门绝活 三天不吃扛得住 一次吃一桌子酒席 也飞得进去 说话这时候 天已经黑透了 院子当中灯秋火把 亮子游松照也如同薄皱相放 王家大爷和仲家丁 躲得角落远远的观望 但只见催了道当场开谈做法 焚香舍败 掐绝念咒 洒净水烧符纸 手托天棚尺 口中是念念有词 念的是上清天棚拂摸咒 这天棚尺啊 就是一把木头尺子 正面刻天棚元帅的名号 背面刻二十八秀 以此为令 招天棚元帅降弹驱邪 且不说灵与不灵 这膀子力气可豁出去了 脚下踏钢不抖 手中的木头尺子 让他耍得呼呼带风 崔老道行走江湖 全凭装神弄鬼的手段混饭吃 没有针把势 全凭摆架子蒙人 一朝一世比划下来是有板有眼 看得王家大爷目不暇接 崔老道忙活了半天 额头上也见了号了 不过他心知肚明 皮兜的还没到 他还得接着比划 又将镇邪同龄 驱鬼金叉挨个耍了一遍 王显才拎着一个大皮兜子 气喘吁吁的赶回来 给够了钱 买些陈皮酱的皮兜子倒也容易 虽说皮兜子是陈白给的家传之物 但陈白给一看见这皮兜子 心里就犯难 扔了吧 觉得可惜 留着又占个地方 想起皮兜子里当年装过的那些人头 他自己也发出 想不到居然有人来买这皮兜子 开的价格还挺高 顶他卖半年破鞋的 正是求之不得呀 痛痛快快把皮兜子给了王显 王家大爷在家等着着急 其实也就是王显一来一往跑着一趟的功夫 催了到接过大皮兜子 把在手中端下 不知用什么皮做的 乌黑正亮 带口穿着条绳子 两端各坠一枚老钱 隐隐散发出血腥之气 催了到放下把持 请王家大爷头前带路来到卧房之中 将皮兜子挂在床榻上 嘱咐王家大爷两口子 躺在被窝里别动 自有各路神兵神将在头顶护斥 让他们把心放肚子里 其余人等一概回避 说完 他自个儿也找借口溜了 王家大爷两口子哪睡得着啊 躺在床上提心吊胆 挨到三经前后 呼听到外面 狂风大作呀 紧接着哐当一声 屋门被风吹开了 啥时间兴风满市 闯进来一个山鬼夜叉相仿的东西 身上黑如生铁 血口獠牙 两鬓毛倒树 脑门子上凸起尖角 两只爪子有如钢钩一般 直扑王家大爷两口子 此时灯竹俱灭 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挂在床榻上的皮兜子 突然掉了下来 随即传来一声怪叫 紧接着又是啪打一声 耿诛密而复明 再看那个大皮兜子 已然落于尘埃 兜口渗出又腥又臭的黑血 王家大爷两口子 吓得魂飞天外啊 过了半天 才稳住心神 看着地上的皮兜子 不敢乱动啊 赶紧命下人 把崔乐道找回来 崔老道没走多远 这会儿听得传唤 急忙进了屋 一瞧这情形 就知道大功告成了 他告诉王家大爷 得让人把这个皮兜子埋了 有多远埋多远 而且一定要找一处 明山宝刹 埋在古塔下边 王家大爷这会儿 对崔乐道是言听计从啊 立马吩咐王昔 戴上皮兜子 出去远远找个地方埋了 崔老道也是百密一书 千算万算 没算明白 王昔是本性难移啊 当奴才的都一样 在主子面前忠心耿耿 出去一牛脸 就不是他了 王昔连夜背着皮兜子 出了天津城 走到永定河边 就不想走了 连坑都懒得挖 将皮兜子投入河中了事 一个人在外地 闲耍了多时 回来却说 皮兜子埋在了山西陵谷寺 王家大爷给了香火钱 全进了他的腰包了 正因为河中有了这个皮兜子 到后来陈唐庄连接的大小姐 连秋娘途经永定河 传尘落水 怀了腰胎 这才引出后文书 捉拿河腰连化清 按下后话不提 再说王家大爷见腰血已除 说什么也不让翠乐道走了 眼瞅着折上了半宿 请他到客房安息 天亮之后 在家中白酒设宴 一来靠老捉腰的翠乐道 二来冲冲这些天的晦气 翠乐道是不吃白不吃 坐在桌前把袖管挽起来 张口尸牙甩个腮帮子 又是一通胡吃海腮 打从来到王家捉腰开始 催乐道这嘴就没闲着 吃的盘无余谷 酒无余低 够了十分醉饱 王家大爷给了很多赏钱 其实催乐道什么都没干 只是出了个主意 以为这个钱如同在地上捡的 心里他一高兴 酒可也没少喝 两个人推杯换盏 喝到酒憨而热之际 王家大爷对催乐道说 催乐道也道法神通 比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是尚有一事不明 还得请您再给瞧瞧 我们家为什么会出这间货事 催乐道得意忘形 暗暗在袖子里边起了一挂 前因后果了然于胸 放下筷子反问王家大爷 您家大奶奶身怀路甲之时 可曾吃过不该吃的东西 王家大爷想了想 没有啊 没吃什么饭奶了 这时候在一旁伺候的管家插嘴说 许不是表少爷送来的那块熊肉 王家大爷这才想起来 他有个表侄在关外做买买 关系走得挺近 得知婶子有孕在身 特地托人烧了一块熊肉 这东西在关内可不常见 据说可以补中义气强筋健骨 王家大爷就让厨子做了一盘炖熊肉 自己没舍得吃 全给了大奶奶 王家大奶奶也是怀孕嘴馋 一大盘子熊肉全吞进肚子里 一块也没给当家的留 催乐道说 您是有所不知 表少爷住的那座县城背靠深山 山顶有一座石池 一丈见方深不可测 有一年天上坠下一道金光落入池中 从此池上常有云气盘绕 如同龙行 这道龙气从何而来啊 想当年天津城开水铺的王宝发了大财 全屏水缸中的金鱼锯住一道锐气 凑成了龙入聚宝盆的格局 可探望宝物听人言搬动水缸 致使金鱼化龙而去 直奔东北方向 落在了那个池中 自此之后遇上干旱 山下的村民们便上山烧香上供 拜求金龙降下干林 说来也真是灵验 村民求雨不出三天 龙池上的云气转黑 大雨极致 村子里不只是庄稷人 还有不少猎户 在山中放枪下套 再把打到的东西带到县城贩卖 打猎的看天吃饭 野鸡野兔迷鹿袍子 打来什么卖什么 或是卖肉或是卖皮毛 其中有这么一位猎户 这天一大早 带着铁叉鸟冲上山打猎 寻着兽宗一路来到龙池边上 但见山顶云雾生腾 就知道龙王爷显灵了 正准备跪下磕头 忽然从山洞当中钻出一物 打猎的还以为是山中野兽 刚要举枪射杀 却发觉不对 他在深山老林当中 打了这么多年猎 可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行死山鬼叶鸟长得又高又大 周身的红毛 仰了头张开嘴吞云西雾 将池上的雾气吸入口中 打猎的又惊又怒 怪不得今年求不来雨 原来是这叶鸟鬼吸进了龙气 坏了一方水土 此物已成气候 可杀不可留 于是端上鸟冲朝着怪物搂火 满堂的铁砂子喷射而出 劈头盖脸打在怪物头上 只打着怪物连声怪叫 可还没死 铁砂子紧紧欠进了皮肉 这个打猎的向来汗涌 又冲上前 以猎叉猛刺 将那个怪物刺的长穿杜烂 带着恶臭的黑血喷涌而出 见了猎狐一身一脸 怪物让猎狐打死了 可是从此之后 山上的龙翁爷再也没显过灵 打猎的虽然不知道 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但是已经打死了 总不能空忙一场 不过这样背下山去 谁也不敢买 他拔出猎刀就地扒皮开膛 把身上的整肉切下来 这才发觉腥臭无比 捡来捡去也就胸口上的一块肉 没那么臭 他留下这块肉 其余的连同五脏六腑一股脑 抛入了山间 转天猎狐带上肉进城叫卖 有人问是什么肉 他也说不上来 只好扯了个谎 说是山中的熊皮 即使在关外 老百姓也很少见到熊肉 那不是普通人家吃得起的 偏巧不巧 让王家表少爷掏钱买了下来 用大油封好了 装入木衔 又托人将这块肉带到天津位 送给了王家大爷您 王家大奶奶贪图口腹之欲 吃了半锅怪肉 以至于生下一个腰胎 闹得鸡犬不宁 陷些送了一家人的性命 好催了到这张嘴 那当真不是烦物 任凭什么事 高里高就低来低对 死的也能说的活起来 活的又说的死了去 在酒桌上口若悬河 兔沫兴的横飞 将此事的来龙去脉 讲得清清楚楚 并且有理有据 历历如晦 听得在场众人张开了嘴 合不上 伸出了舌头缩不回去 有理到外从头到脚 就是一个福字 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崔老道说罢了前因后果 将主家给的靠上收入怀中 别看这王大爷平日里为人吝啬 这一次可是救命之恩 当真的没少给 崔老道见钱眼开啊 借得这个机会 他还想再拍拍马屁 万一日后加了个红白洗手 是用得着自己呢 这个财路可不能断了 便对王家大爷说 您是贵人 给您府上效力 那是贫到我的福分 如若偷奸耍滑不卖力气 还是人肠子里爬出来的吗 那就是个小狗子 这本是几句溜须的客套话 怎知话已出口 屋子里所有人顿时鸦雀无声 脸色煞白 崔老道常年摆卦摊算卦 跟街上混饭吃 最善察言观色 见此情形就知的不妙 暗道一声糟糕 想不到胃嘴伤身 这下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又惹下来一场他天 大祸 书接前文啊 崔老道见众人脸上变颜变色 王家大爷吹胡子瞪眼 额头上青筋直蹦 心里明白大师不好 恐怕是自己得意忘形 说了哪句不该说的 犯了主尖的忌讳 旧社会的戏子义人 到大户人间出堂会啊 必须提前打听好了 像什么老爷夫人小少爷的名讳 不爱听的字眼 无论如何也要避开 稍不留神 秃了出口 挣不来钱不说 还得白挨一顿打 再赶上那有势力的 扣起来不让走 先饿你三天再说 崔老道来之前 一时疏忽 忘了这茬了 正应了那句话 叫蛇是利害本 口是福火门 那么说 催了到哪句话 犯了歹了 原来王家大爷的小名啊 就叫小狗子 以前的人迷信明鉴 好养活 再有钱的人家 起这个小名也并不奇怪 可现如今 他是一家之主 谁还敢这么叫啊 加之他在买卖上耍心眼 以刺冲好 以假乱真 多有背后骂他 不是人肠子里爬出来的 耳朵里也曾听见过 王家大爷心胸还特别窄 有谁犯了自己的忌讳 轻则破口大骂 重则让手底下人一拥而上 非打着对方鼻青脸肿 才肯罢休 崔老道那两句话一出口啊 当着一众家丁仆从的面 王家大爷脸上可挂不住了 再大的恩惠可大不过脸面 崔老道本事无意啊 但王家大爷可不这么想 还以为崔老道故意指桑骂槐 当时不然大怒 暴跳如雷 翻脸比翻书还快 吩咐手下人将崔老道打出门去 主子发了话 不打白不打 四五个狗腿子往上一围 你一拳我一脚 打了崔老道一个一佛升天 二佛出世 刚得的赏钱也被抢走了 崔老道心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瞅准了一个空子 从人家裤裆底下钻过去 拖着一条瘸腿 屁滚尿流逃出大门 那几个下人打累了 追到门口骂了一阵 也就由他去了 要说崔老道刚刚帮王家大爷渡过难关 莫非只因为一句话说突入了嘴 就挨了一顿暴打 还抢回了赏钱 这说得通吗 其实啊 这里边还有另一层原因 王家大爷素来蛮不讲理 只占便宜不吃亏 怪于七行八市鱼肉香里 如今好了伤疤忘了疼 想想给了崔老道那么多赏钱 心里边总觉得亏得慌啊 再加上这些天家中损失不小 正不知如何弥补 偏偏崔老道犯了忌讳 索性啊 来个顺水推舟 念完经打和尚 崔老道挨了一顿打 赏钱也没落下 贪他一斗米 失去半年粮 就连王显也跟着吃了挂闹 王家大爷认准了 是他借着崔了道的嘴骂自己 两个人是狼狈为奸 一丘之和 等他回来之后 便乱棍打了出去 又对外放话 奶精要是再敢用他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到头来啊 王显连个奴才也当不上 只得拖半个破碗刑起 最后在路边 是动恶而死 眼下咱还说催了道 逃出王家大宅 连头也不敢回 犹如过街的老鼠 抱着脑袋一溜烟跑回家 他被人揍成了烂柿子 头上脸上全是血污 嘴角也轻了 眼睛也肿了 后槽牙也活动了 躺在床板上 直小油呼噜叫 接连几天不敢出门 当时家中老小全在乡下 因为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 一家老小回的老家小南河 虽说也在挨饿喝西北风 但是乡下人情厚 老家又在那个地方 当地性催的不少 有许多论得上的亲戚 齐得姑 拔得姨 四婶子 三舅舅 全是种地吃粮的庄户 这边帮一把 那边给一口的 不赶上栽荒之年 加尖断粮 总不至于让老的小的饿死 所以没人照看脆了道 他身上又疼 吃不上喝不上的 奄奄一息 好在还有几个小徒弟 听说师父出事了 大伙凑钱给他抓了几副药 又买了半斤棒的面 对付着苟延残喘 常言道服双至 祸不单行 有这么一天 几个小徒弟正在家中 给催了道煎药 呼听外边有人叫门 催老道住的是大杂院 一个院子七八户人家 天黑透了才关大门 来人走进院子 堵在催了道家门口 大声嚷嚷 我说啊 这儿有个姓崔的没有啊 我有件事找你论论 你出来 冰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崔老道胆小 他这几个小徒弟也怕事 从破窗户上往外张望 看见来人大惊失色呀 扭头告诉崔老道 师父 大事不好 来人长得又凶又丑 三脚脑袋蛤蟆眼 脚穿无鬼闹派的大花鞋 额头上鞋扣一贴膏 有衣服不穿 搭在胳膊上 只穿一件小罐 躺着怀就为了亮出两膀子花 闻的是蛟龙出海的图案 远看跟青花瓷瓶子差不多 腰里别着斧头瓣 绑腿带子上还插着一把脑子 往当院一站 前腿须点 后腿须蹬 缩肩曲肘 一个肩板高 一个肩板低 头四扬不扬 眼四斜不斜 总之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让人看着顺流的地方 叫这等货色 周周周维维没有不认识他的 混号叫烙铁头 乃是当地有名的混混 以耍胳膊根争饭吃 当年为跟别的锅火混混 争地盘 伸手抓起烧着通红的烙铁 直接摁自己脑门子上 迫使对方认栽 烙铁头一战成名啊 这么多年在外边饿吃饿打 恨不能飞起来咬人 小徒弟们乱了方寸 一个个躲在墙根底下 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催了道却不紧不慢 半躺半坐 靠在床头说 我当是谁 不过是个混星子 一介凡夫俗子 何足为惧 耳等稳定住了 且听他有何话说 催了道说的轻巧 但旁边小徒弟们 一个个却是胆战心惊啊 九和夏少山谷云集 鼎盛之时 海河上有万艘草船 终日来往穿梭 一年四季过往的货物不断 脚行 渡口 鱼行 都是赚钱的行单 混混们把持行事 结党成群 为争夺生意 经常斗死签 下油锅滚钉板 眉头也不皱上一皱 凭着这股的狠劲 横行天津味 老实芭蕉的平民百姓 没有不怕他们的 烙铁头啊 在小院里转着圈溜达 脉左腿脱右腿 故作伤残之状 其实根本不缺 就是天津味的混混 讲究花鞋大辫子 一走一裂去 一瘸一拐 显得自己身经百战 并不一定真正落了残疾 不仅身上的做派 话茬子也得有 烙铁头腿脚不闲着 嘴里也不消停 一边溜达 一边在门口拔高了嗓门 大声叫嚷 崔大爷 你把心放肚子里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两点接的王家大爷 让我过来问问您 头几天的事怎么样了 是切条胳膊 还是剁条大腿啊 您的是得到的高人 还怕这个吗 出来 咱说的说的 烙铁头在外边叫嚷了半天 催了倒没出来 院子里的邻居可出来不少 全是看热闹的 烙铁头也是人来风了 使出了绝活 好说不出来 可就逮说了 于是双足插地 单手掐腰 站得当愿 祖宗八代莲花 闹了一通的胡卷乱骂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句句戳人废管子 还不带虫样的 天津卫的混伙最讲斗嘴 纵使泪铁骨 让人打断了四五根 嘴头子上也不能输 屋里的几个小徒弟吓坏了 交头接耳的议论 原来是那位王家大爷不依不饶 让混伙找上门来 师父怕是凶多吉少了 其实这烙铁头来找崔了道 并非受了王家大爷的知识 王家大爷再怎么说 也是大商大耗大买买家 哪有闲心跟个算卦的老道之气 那天打完之后抢回了赏去 有道是打了不罚 罚了不打 既然也打了也罚了 就没想再找后仗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只是崔了道在王家大宅 捉妖之事 传遍了官上官下 免不了天油加醋 越传越邪乎 别人听爸一笑置之 烙铁头却觉得是个机会 才借这个幌子 上门找崔了道额前 咽过拔毛插上一手 此乃天机外会会的生财之道 崔老道可惹不起会会 此被争勇斗狠 以打架讹人为业 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 一旦让他们盯上了 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但在一众徒弟面前 催得到还得故作镇定 擦上粉镜棺材 死要面子 只见他一脸的不在乎 不紧不慢的从铺板上蹭下来 穿上鞋往外就走 别看脚下一瘸一拐 可是分寸不乱 几个小徒弟按挑大目指 还得说是师父道法高深 临危不惧 没把会儿会儿放在眼中 可有一个眼尖的小徒弟告诉 崔老道 师父 您把鞋穿反了 崔老道低头一看 可不是穿反了吗 赶紧把左右脚的鞋换过来 硬着头皮打开门 来至院子当中 冲老铁头打了个问讯 道了一声 无量天尊 会儿会儿也讲究先礼后兵 老铁头见崔老道 终于让自己骂出来了 心想这下有门了 于是双手抱拳 大拇指并拢 大咧咧甩在肩膀后边 一开口全是光棍掉 崔老爷 我给您行礼了 崔老道心里打鼓 口中还得阴诚 不敢当 原来是老爷 乃阵相风 把您给吹来了 老铁头嘴外眼斜 一脸的奸笑 脑袋来来回回晃荡 崔老爷 您可以啊 不愧是咱天津外呼风唤雨 的人物自好 您了跺一跺脚 鼓楼都往下掉瓦片子 敢在大宅门里指着鼻子 骂人本家老爷 我落铁头打心眼里佩服 那些坐买不着 没一个好东西 该骂 可是今天人家托我过来 让您给个交代 您了好汉做事 好汉当 射条胳膊扔条大腿 我给人家送过去 一天云彩满散 怎么着 咱别慎着了 您是自己动手啊 还是我伺候伺候您 催了道心想 那可不成 缺了胳膊扫了腿 瘦夺得最搁一边 往后还怎么出去挣钱 一家老少还不得饿死 可他明白自己的金量 天津味的会会滚钉板下油锅 三刀六洞也不皱一皱眉头 无论如何也斗不过人家 只能先给他来个缓兵之计 老爷 不必劳您动手 您且回去该忙什么忙什么 待会儿频道我掐绝念咒 让胳膊大腿自己飞过去 老铁头一听催得到里 瞎话扯得没边了 真把我老铁头当成缺心眼了 有心当场发难 不过众目睽睽之下来横的 又显得不够光滚 直言道 别说那没用 舍不得砍胳膊跺大腿 不要紧 咱穷人向着穷人 这么着吧 您给拿俩钱 再搭上我的三分薄面 求王家大爷高个手 兴许就对付过去了 催得到早已经敲出来 烙铁头是来额钱的 王家那么大的家业 手底下人有的是 饭不上找个会会出头 无奈都比脸干净 饭都吃不上了 哪有钱打发会会 可还得硬撑面子 老爷有所不知 贫道乃出家之人 闲来一阵山中梦 梦魂去赴盘桃会 西风引路不食无骨 钱财这等俗 向来不曾沾身呢 老铁头气得咬牙切齿 心的话说这个牛逼子老道 成天在南门口坑蒙拐骗 有钱要钱 没钱要东西 凭一张嘴能把来算卦的裤子说的手 拿到当铺换了钱 出来再把当票卖了 里外里挣两份钱 还有脸说不尽钱财 别以为唠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鸟变的 就冲你这一句话 就给我捆在树上打上三天三夜的 今儿可不把你屎烫子打出来 对不起头天晚上吃的那碗羊伐碎 当时怒不可遏 扯掉身上的小罐 亮出胸前的猛虎下山 上前就要动手 在场围观的全是穷老百姓 包括催了到那几个小徒弟 谁拦得住会儿会儿 知道这顿打轻不了 可谁也不敢上前阻拦 大难临头催了到顾不上脸面了 没等烙铁头的手伸过来 他已经抢先躺倒在地 烙铁头心里边咯噔一下 催老道这可不是挨打的架势 挨打的怎么躺 侧身夹灯 双手抱头 缩成元宝壳 护住各处要害 这叫光棍打光棍 一顿是一顿 拳脚相加打不出人命 催了到呢 四仰八叉往地上一躺 从胸口到当下 要害全亮出来了 催了到这么躺 烙铁头没法打 想打也无从下手 打轻了不疼不痒 打中了还得吃人命官司 催了到会耍无赖 他烙铁头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能躺 我也能躺 看谁先起来 当时往地上一倒 并排躺在催了到旁边 周围的人全看傻了 打架见的多了 没见过这个阵势 这二位唱的是哪一出啊 两个大活人 这是要并鼓不成啊 催了到肉烂嘴不烂 各位高林 贫道 我这叫折龙睡丹 躺得久了 内丹自成 烙起头话茬子跟得也紧 各位三老四少 我这给崔道爷护法 等他这内丹炼成了 我下手掏出来 给你们开开眼 正乱的当口 大杂院门口来了两个人 头顶硬壳大眼帽 军装笔挺 扎腰带穿马靴 斜跨着手枪 看热闹着人群顿时压血无声 这是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业 谁敢造次 就见两个军官挤进人群 其中一个问明了哪个是崔道爷 哪个是找茬的 上前将崔道扶起 帮他胆去身上的浮土 另一个抡起腿了狠狠踢了烙铁头一脚 铁头的大皮鞋 这鞋尖整踢了一条骨上 把烙铁头腾得嘴歪眼鞋 平着蹦了起来 手舞肋场子刚要骂人 瞧见是穿军装的 又生生咽了回去 连个屁也没敢放 他心里明白 此时天下大乱 军阀混战 你方唱罢我登场 城头变换大王旗 老百姓分不清谁是谁 只知道谁也不好惹 混混平时摔打茶拉 敢跟巡警叫板 可是遇上当兵的 老远就得躲着走 军阀部队手握生杀之权 安上个乱匪的名号 一枪结果了性命 死了也是白死 可还没等烙铁头明白过来 那个军官一把揪着他 叮把左右开弓 抽了十多个耳光 打得老铁头眼都睁不开了 塞棒子肿得老高 门牙也掉了 顺嘴角直躺血墨子 老铁头欲哭无泪 带着哭泣问道 宋爷 我没惹您呢 军官瞪他一眼 开口说话 带着山东口音 归你奶奶的 感觉翠道爷不静 把你小子死碎了 任何的未忘吧 归 这老铁头想破了头 也想不明白 一摆摊算挂了 翠了道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早知如此 打死我也不来趟这趟浑水啊 捂着脑袋 灰溜溜的跑了 可翠老道同样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这二位军爷 什么来头